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边红色字体已经是标的非常清楚了 他提到我们点下去之后 这根路线就会进到前红色黎明支线模组的内容当中 这个模组是被整合进KX当中的 所以说他可能整个剧情线会游离于KX之外 会破坏掉整个原模组的平衡性 他这个意思应该是指红德会得到比较多的加强 会让其他国家强度会变得非常的低 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等于是我们开挂了 是吧 那我们就走这条路线走走看 那因为后续会报内战嘛 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陆军先给散掉 各位啊 那在36年9月18号我们内战爆发了 那这里的话我们直接选择下面这个去扮演得一支革命政府 然后因为我们此前是已经把这个陆军师全删掉了嘛 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面板当中 就显示我们双方都是没有陆军师的 那这个可以啊 我们就把这个六步师啊 先给训练起来啊 然后直接把它部署在这个布兰登堡前线啊 等会就直接把柏林凸下来 应该就可以结束战争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国策数啊 这个国策数的话 也就是分支比较多嘛 然后我简单的看了一下 他左边的这一系列的国策数都 都太平庸了 就非常的普通啊 没有什么过多的内容 直到我看到了右边这一根啊 稍微有点意思啊 就是这个极权线 走极权线的话 在后面啊 你进入世界革命的时候啊 就可以去建立这个人民帝国啊 这个人民帝国有点意思啊 他好像是可以拿下整个奥匈方面的核心啊 然后还有这个比利时跟荷兰 可以看到这个版图吃出来 最后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像左边这种什么 就建立第四国际啊 加入第三国际啊 这些都太过于简单了 太平庸了 太平庸了 既然我们都开完KX了 那肯定要弄点魔阵的路线试吧 所以我们这一局就准备走极权线啊 但是现在因为内战刚刚爆发嘛 我们没有办法点这个国策啊 要等到内战结束之后才行 当然我看到这边 后面还有一堆前置 我就感觉啊 这个路线可能不太妙 他首先写什么德意志将被重建 然后后面什么 又要什么开始重整军备 看到这两个我就觉得不太妙了 结合上面一系列的仲天国策 估计内战结束之后 仲天时间会比较长啊 包括到后面陆军也是有这个 军队这边也是有一根独立的国策 竖在这里的 这要都点完的话 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啊 看来又是一个仲天 然后后发的国家 那么我们在这个版图上也是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我们把这个阿尔萨斯若林跟卢森堡 还有这个瓦隆地区给吐出去了 等于我们刚开 刚开战就丢了几块地啊 不过这对我们整体影响不是特别大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这个工厂稍微给排一下 然后等那个17个师啊下来之后 就快速的去把它推平就可以了 好那在36年10月7号 我们开始训练的17个师啊 是已经放下来啊 然后我们这边国内又涌入了这个俄罗斯 然后法国跟英国方面的志愿军啊 我给他稍微画一下线啊 就快速的向柏林挺进就行了 应该是可以非常快就结束了 好那我们现在非常快的就把这个德尔给打头了 可以看到那个开局山路军师的做法确实是非常的变态啊 不过这能让我 他能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转进红德线啊 好可以 我看一下国策能不能点啊 这国策的话好像还不能点 看来要过一会儿才行啊 可以点了 给他点下去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爆兵啊 要把这个部队数给拉上去啊 那在37年1月17号我们人谈出了万事俱备啊 那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卡住了嘛 他要求我们做好准备才能召开第一次大会啊 只有等那个事件谈出来之后才行 那目前的国际局势是这样的 我们在打完那战之后啊 这个不列颠公团是一秒钟就没了 直接变成加拿大王国 这应该是KX制作组为了这个平衡做的一定的妥协啊 不然的话整个 整个欧洲都掌控在第三国际的势力范围内的话 太强了 这个协 协约国就没法打了 所以就直接把这个不列颠公团给搞没了 然后我们在西线上是丢了卢森堡 然后这个瓦隆卢森堡跟这个阿尔茨斯若林嘛 这样我们整个前线也是被迫往里面缩了一点啊 这样子后续要再打法国的话 可能就会变得稍微困难那么一点点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这个开会的话应该是直接就可以选领导了 那我们就我看一下 应该是叫什么热尔曼社会主义人民党 那我们就选择第一个让这个保尔联士上台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成功转进了这根集权线啊 集权线的话我看了一下 我们要先想办法把这个工业线给点掉 要点起码要点到这里啊 去把那个经济恢复给移除掉 不然这个这个减成太厉害了 我们基本上啥东西都造不了啊 先把这个经济给搞起来啊 哎我们现在国家名字就变成了日尔曼人民共和国啊 这名字还是挺霸气的 好的各位啊 那在37年10月29号我们是把这个工业线啊算是给点完了 我们是获得了两个非常强的buff啊 可以看到这一长串啊 这个加成实在是有点逆天了 这这些加成加上去我嘛 我们整个战争机器啊真的是算是正式开动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把这个中防空给安排上了 然后中坦的话我们再稍微攒一点陆军经验啊 啊这个加成实在是太逆天了 而且我们还得到了一个特殊的经济法案 就是个指令经济啊 又加这个建设速度又加研究速度还加铲出 而且直接把所有的资源通通都给锁死了 我们资源全部自给自足啊 这个属实是有点夸张了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转过去啊 准备把这个内阵线给点掉啊 就把我们这个开始建设精神文明使完 好那在38年10月21号 我们是点出了德意志强大而光荣啊 这样子我们就呃完成了德意志的重建啊 那我们要进行世界革命还需要进行重整军备啊 那这想都不用想啊 就肯定是要把这个军事线给点下去啊 啊这个真的是头大啊 他这个应该是只要开始筹建就可以呃进行了吧 他不会要把下面全点完才可以开开开进行世界革命吧 那就太坑了啊 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目前的国家发展发展状况啊 我现在是已经把这个中坦跟中防空给加上去的 用的还是这么一个非常呃经典的编制啊 就是九步三中坦加一中防空啊 还差一个喷火等会把喷火带上去就可以了 目前是顶着巨大的生产赤字在走的 啊不过我们目前军工厂够多啊 所以要造这个九千辆中坦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快的啊 我们是用了这个呃 克鲁伯啊 然后就是减了这个生产花费嘛 所以现在造中坦只要呃八个锤子非常快啊 哦各位啊那我们在38年12月26号是筹建了国家人民军 然后我再看啊再往后点的话好像这个加6%的单位攻击减5%的单位防御 本来以为我们会只剩下这几个刚才新招的将领 没想到这些老将全回来了 那就可以啊 我们直接把部队安心的交给我们的古大帅啊 那接下来就妥妥的准备开始平推了 除了这个装备赤字让我比较担心以外 我们再给他加一排啊 这个赤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毕竟我们这么多加成在身上了已经 看看这加成啊一片绿啊 全是加成我的天哪 这个好像除了陆军攻击防御方面没有加成以外 别的全都加上去了 哇这个太夸张了 我们这个装甲师啊 看看着很牛逼啊现在 可以我们让时间继续往后走啊 好那在39年3月21号 我们是点开了这个极具侵略性的国策啊 就是迈向人民帝国的进军 呃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 哎 哎我还以为会拿下整个奥兄的宣称呢 没想到并不是啊 就拿下了 哦 可以可以拿下这些核心也够多了 啊那接下来就准备开始对周围扩张了 好那在39年6月12号 我们是点开了国策解放欧洲啊 这样子我们就获得了对周围一圈国家的宣称啊 这点了决议就直接开战啊 这么夸张的嘛 那我们先把荷兰打掉啊 直接开宣 这么直接了当啊 那我们钢铁洪流直接开始往前冲了 我总共就编了三个满面的集团军啊 他每次只能冲一个 是不是还再过一会儿才行 我要处于和平才能再选 那这就比较合理了 那没事啊 我们把这个国策继续往后点啊 好我们现在非常快的就把荷兰给打头了啊 这个征服速度实在是有点太快了 等一下 这个荷兰人 在跟印尼人打仗啊 那我们先确保住荷兰本土好了 这些地区都是有我们核心的 哎 我们只有宣称没有核心 我还以为直接是拿核心呢 那我想这个直接逆天了 我们看看东印度那边可以捞到多少油水啊 算了 东印度那边油水看来捞不到 干脆就不要了 把剩下的海军给吃下来啊 看能不能拿个橡胶的 他这边没法选 本来我还我还想添加个战争赔偿呢 一想不对 这个kkk当中并没有战争赔偿这个说法 那下个方向我们把丹麦给打掉啊 他们应该没有什么宝都什么的吧 没有宝都直接开打开打 哦他可以整合荷兰耶 这个好 20天后直接把他统统整合进来 那肯定整合啊 无敌了这一波 好 那在39年7月24号 我们拿到了对奥匈方面的宣称啊 这周围几个国家太不耐打了 我们决定把奥匈先给搞掉啊 这边还能继续向前进啊 我们继续给他国策点下去啊 他这一系列的宣称都是需要耗费政治点数啊 这导致我们政治点数现在不够啊 我们把比利池荷兰跟丹麦给打下来了 呃然后丹麦的话还需要点数去整合啊 这边已经都整合完了 啊我们就直接宣奥匈啊 啊这个强度现在是已经太逆天了 这个太过于逆天了 这个部队基本上是如入无人之境啊 啊都是零损伤可以看到 这个打起来太爽了有点 啊那我们还是打到了奥匈啊 呃我们还是一样给他全盘吞下啊 好那我们打完奥匈之后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敌人的 打哪里啊 诶这个波兰是因为 这波兰因为他是社会主义啊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造他宣称啊 但是他欠在我们这边看着很难受啊 等会也想办法给他搞掉啊 我们这一局计划就是把这些没有阵营的国家 通通都给吃下来啊 然后就结束的这一期啊 至于后面这种打第三国际 第四国际这种左人无限可分的状况 我们可能就尽可能避免啊 就不去给他家掩饰了 那个太悲惨了是吧 我们就去把这些东欧地区的军主制国家给推翻掉啊 诶各位啊 那在我们进攻意大利的途中出了点小问题啊 因为我们把这个伊利利亚给放出来了 所以塞尔维亚直接宣了伊利利亚 导致我们被动的被卷入巴尔干的战场当中去啊 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尴尬啊 这种时候就失这个失数量就不够了啊 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这个装甲式的激动性啊 想办法迅速把这个把这两个敌对国家首都给抄掉啊 好那我们现在是打投了塞尔维亚啊 这场仗真的打得非常凶险啊 这对面部队都冲到柏林去了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我们只要打投他们的阵营领袖塞尔维亚就可以了啊 真的非常凶险啊 我搞了一身汗啊 真的是 好啊 那现在可以啊 这个意大利也是快要被我们打下来了 啊 现在整个局势就非常无敌啊 呃 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往东欧方向前进了 好 那我们现在又打投了意大利啊 啊 这非常棒啊 这个打到后面基本上已经是无敌了 可以说是啊 啊 那我们快速的操作一下就结束这一期了 这个打的后面没没啥好打的了 哎 那在40年4月19号 我决定还是对公社方面动个手吧 因为瑞士这边有两块核心在他们手上 呃 我们还是给他打掉吧 然后我计划不拉盟友进战场了 就直接平AA过去啊 看看从路上能不能彻底瓦解掉这个法兰奇公社啊 那开战没多久啊 我们就已经拿下了巴黎啊 这个装甲师推进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的天哪 哇 啊 损失5K 然后打爆对面多少啊 打爆对面62K 这个 真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看头了这个战争打下去 好 那我们现在非常快的又打投了法兰奇公社啊 啊 这个 行吧 我觉得 这期差不多就做到这里吧 意思意思就得了啊 这个再往后打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 这个打谁都是一下没一下没的 这个太逆天了实在是 把这个地全部都吞下来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的一些核心领土状况吧 好 各位啊 那我又往后稍微打了一点啊 那这个挡差不多就玩到这里了 这个我们这个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这个游戏平衡就完全倒向我们了 太无敌了 再往后打没意思啊 就跟开了那个控制台一样啊 真的是太夸张了这个 红德的这个路线啊 嗯 最后我们拿下的核心版图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版图 嗯 像谁呢 这谁也不像 这 这个版图 没见过啊 这个德 德国历史上有这样的版图吗 太奇怪了 反正 行啊 那 这个档就玩到这里了 实在是 太逆天了 哎 这游戏是真难做啊 这太难了嘛 玩不下去太紧 难了嘛 又没啥意思啊 真的 游戏难易度真的很难控制很难把握 真的是一门一说 有没有 行啊 那我们这一期就做到这里了 后期 后期我们通过国色海解锁了一大堆的决议啊 可以看到这边可以造水电工程加民工 这还可以加基础设施啊 这个太逆天了实在是 啊无敌真的无敌 到后面还那什么解放阿拉伯什么的 但是就凭这个难度来说 往后打没 这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 太无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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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 好 好 друз 感谢观看